哈喽大家好 我是高点人生的郑姐 一年一度的端午节快到了 每家每妇都有吃种子的习俗 要吃上好味 软糯的口感 只要在煮种子的时候 多加两种用料 用上的材料 糯米 白莓豆 香菇 栗子 拼洗干净 泡水4个小时 虾米拼洗干净 咸鸭蛋 气渴提出蛋黄 辣糖贴成块 后腿肉贴成块 把鱼泡上4个小时水的白莓豆 糯米 栗子和香菇 拼干水分 拼干水分的糯米要讨至香 用上的调味料 5大匙的通酥油 1大匙的无椒粉 2大匙的生透 2大匙的蚝油 适量的黑酱油 2小匙的鸡精粉 1大匙的丝量 用上的调味料 麻油 料酒 蚝油 糖 5香粉 胡椒粉 蒜末 滲透 通酥油和盐 首先把小米淘香 unch 胡椒粉 混合 黄ран 炒香的虾米可盛上来 炒香的辣椒 辣椒 炒香了 炒香的辣椒 太好了 我放大火 放大火 太好 放大火 煮热 太好了 放大火 可惜 沾二 放大火 沾三 糖 爆死的水 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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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杰湯 把水煮出酥干 收干水分后 加入一小匙的鸡精粉 温滲透 跑着水干就可以了 最后加入胡椒粉 烤至均匀后 可以盖上来 少许的油 爆香腊肠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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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一样 放入冰箱 放入冰箱 就准备好了 我先看到这个青菜 把蒜蒜蒜放入 发生了一块 放入油 放入油 放入鋪骨 中鋪 少许的黑酱油 鱼香粉 鱼香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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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焖煮10分钟至水收干 鱼香油 鱼香油 鱼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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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鱼香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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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半只均匀就可以了 中热要用着水汤烫停洗干净 中热用着水汤烫停洗干净后头尾剪掉 用上的材料已准备好 可开尺包 中热有正面和反面 这是正面 这是反面 要用上的是正面 包出来的粽子才不会沾粘 对着腾肉豆腥 蛋黄 酱油 辣糖 梅豆 虾米 酱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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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就完成了 这一切就好了 中文字幕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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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软糯的口感,飘香着粽子,可享用 喜欢我的视频,请给我订阅按赞和分享 谢谢大家的观看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